点上方听生命阅读第24期,一段文字,全是一种生命的定义,一种生命,承载一个独特的灵魂,以此灵清,传递一种温暖的能量,生命尽头的故事,文书周见,86岁的你老很多年来每月会定期来的我们老年科门走开呀,除了就诊实的简单寒暄,没有更多的交集,老人有明显的学者气质,精神绝说,那关上啊, 眼睛里透着不服输的神气,8月底的一天,我忽然在病房看到了李老和家属一起坐在走廊的椅子上,受了一些神情淡淡的不说话,李老被确诊为肺腺癌,有胸膜和肺内软移,与家属商议后,医生告诉了老人病情,李老开始表现得有些吃惊,但很快震惊下来,他着手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,抓紧着李回忆录, 谈称告知单位,学生,朋友们自己的病情,在患者此时,又是最需要医疗护理以及关爱的时候,家属和患者,那无助的焦虑和期盼的眼神,会让人无法视而不见, 11月末,李老第二次住院实行安宁疗护,这次他成为了我们医疗小组的病人,在缓解肢体症状的同时,我们开始关注李老的心理,家庭社会关系状况和灵性方面的需求, 这对我们来说,也是个陌生的领域,第一次坐在李老的床旁,和他聊起与医疗无关的事,其实不能说是无关,我在尝试安宁疗护中,许是医学和尊严疗法的实践,李老看上去没有痛苦,焦虑的表情,眼神里人透着不服输,肯定比老女儿惨病情,女儿落内, 她对父亲感情很深,也很依赖,对父亲的即将离世,无法接受,作为至亲之人,父女俩在情感方面的交流较少,我提醒女儿是时候和父亲道谢,道爱,道歉,道别了,但女儿说,她不知道如何表达,父亲在她心目中是个严肃,理性,坚强的,像山一样的男人,她希望父亲能安详无痛苦的离世, 同意临终时不作无畏的抢性,把病情如是告知患者,对患者有时间完成自己心愿和安排身后事的确有益,但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与折磨也强烈得多,这也是我们安宁,良苦工作中要面对和着手解决的客气,无论什么情况下,都应该给予患者,哪怕最微小的希望和最大的安慰,你老以前总是自取自己握手很有力, 于是在每天查房时,我们和老人握手,要求他用力,不用担心握腾我们,老人对这个游戏很感兴趣,真的很用力,眼睛里又露出不服输的身材,对老人症状上的每一点都改善,我们总是大声肯定与赞扬,后来,经过和家属沟通详谈,认为老人现在的情况, 家庭的环境对环境患者的焦虑情绪有帮助,老人出院时,医生和护士给家属做了护理培训,并继续进行随访和指导,接下来的日子他不再提此了,情绪开始好转,愿意和家人朋友缩小,还说要到户外和单位转转,进食量增加,没有明显的不适感, 但心跳很快,有时糊涂会提到了一股亲人,已经完全不能死里了,死个多月来,被照着李朗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画上了句号, 作为医生护士的我们,在执行安宁良护的过程中,经历过担忧,眼泪,焦急,困惑,也体验了思考,感动,赞叹,欲满足,安宁良护的目的是生子两相安, 我想,这集中除了患者与家属外,还有我们医者,医学等于人学家科学,正确的死防观和安宁良护的理念, 与技能能帮助医务人员解决欲就不能,与守护人的困境,在生命中默契的幽土,医学科学已无法抵达,在医学的利益之手,医学人文,人可以继续牵着患者的手把形到底,音频录制,锁容, 我们不传小道消息和谣言,我们不取吸引眼球的耸人标题,我们不做只为转发量而存在的媒体,健康路上,我们愿意陪你一起认真走下去,人民日报主管环球时报主办,合作垂寻,010-6536-378月,010-6536-3791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